我是义均老师 我今天要讲皮修100问 今天这100问的问题是 请问一般的上班族可以带皮修吗 有什么帮助 好那在讲这个题目之前 当然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相关的资讯 好在这边 那我们的卖场 皮修卖场 中文网址金美一品店.tw 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卖场 我们有期末拍卖 虾皮拍卖 露天拍卖 通通都有 那可以到我们的卖场 非常欢迎大家预约来现场选购 那如果不方便来的话 我们就到卖场下标 那下标之后呢 我会开光寄出 那卖场下标也可以刷卡的 再过来皮修100问 就是针对老师 皮修呢 老师针对大家常询论的问题 都有收入在100问里面 你以为只有一百个问题吗 不是 现在已经收入200个问题了 而且目前陆续都在增加当中 再过来呢 我想预约到现场选购 想要现场看老师开光 那预约的方式 店面的住址呢 我们是加LINE预约 所以呢 我老师的网址呢 就是你打皮修开光.tw 就有老师的联络方式 还有我们的店面住址 预约的方式 这些等等通通通都有的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资讯 好 所以呢 100问呢 来针对100问 就是今天讲这个题目 就是请问上班族可以带皮修吗 然后有什么帮助呢 老师针对这个问题 提出老师的看法想法 给大家做参考 好 那其实各行各业都可以带皮修 常常有老师说 啊老师我是什么行业啦 我是什么生肖啦 或者是我是 呃 这个 呃 各式各样的一个问题啦 好 那其实各行各业 包括宗教信仰也是一样的 好 各行各业通通都可以带皮修的 好 不论你是什么生肖 不论是做什么行业 好 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通通都是可以带皮修的 皮修不是只有狭义的招财而已 还有守财 如果不能守财 你再赚了再多的钱 又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好 所以首先要明白自己 首先要明白佩戴皮修 是为了增加自己的一个磁场 去阻挡负面磁场的干扰 什么叫负面磁场 意外小人破财雪光 好 这些叫做 这个 这个通通都叫做负面磁场 所以佩戴皮修的目的是为了 增加自己的磁场 去阻挡负面的磁场 那如果呢 对我们的干扰 如果这些负面的磁场 如果今天阻挡负面的磁场越大 能量越强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 对我们的干扰也就会越小 那少了意外 当然呢 当然我们就少了破财 那不是就是 那当然我们的花费就会少了啊 财就能够留下来了 所谓的招财不是招进多少钱 而是能够留住多少钱 基石皮修帮你招五百万进来 等一下呢 这个钱拿给医生花 等一下呢被朋友骗了 等一下投资失败产赔 不但没有赚钱还负债累累 这个都不叫做招财 这都不是招财 即使皮修呢 帮我们招进一万 但是能够留住九千 这个叫做招财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守财 不要破财 没有意外 没有雪光 没有这些负面的这些状况的发生 那就是希望借由皮修来改变增加自己的磁场 去阻挡这些不好的磁场 这个就是佩戴皮修的目的啊 所以呢 各行各业各种生肖呢 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通通都可以带的 所以一般上班族当然也可以佩戴皮修的啊 有什么帮助呢 当然就是平安避邪嘛 帮我们阻挡这些意外小人破宅雪光这些等等 帮我们去阻挡这些的一个负面的磁场 让少了这些负面磁场的干扰 当然我们就能够运势好 运势好情况之下呢 当然我们就能够招财招贵人 包括我们的事业等等都会有帮助的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皮修一百问 就是在我们的招财皮修 我是网友网址 招财皮修.pw